隨著世界範圍內的疫情加重 美南報業電視集團發行人李維華先生 在疫情期間開闢了疫情日記專欄 讓更多的觀眾了解疫情對世界經濟 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衝擊影響 關注美日國際最新動態成為第一線新聞資訊 下面來看美南國際電視特評 白宮及國會兩黨領袖正在進行緊急協商 如何儘快發放救急紙票給上一代援助的國民 以及對中小企業支出困方案 川普總統在今五記者會上宣稱 自疫情發生以來 聯邦政府已經發放3萬億元支援助 他更高度讚揚亞利桑那州是防疫工作之楷模 不但控制了疫情 而且學校也即將開學到學校上課 他呼籲全國都應該早日讓學生回到學校上課 川普同時宣布對詹森及詹森製藥公司補助100億美元 作為研究新冠疫苗並期盼年底研製成功 直此全國國民遭到前所未見之困境 目前唯一盼望的是政府之救急急時雨 但是這些救急不救窮之作法 無法解決基本之問題 除非在近期出現有效之疫苗 醫治和防禦病毒之擴散 否則這場病毒之戰將無法獲勝 目前世界醫藥生物公司至少6種疫苗 已經獲得初步之成功 成千上萬隻志願者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測試工作 我們對他們捨己為人之精神表達由衷之敬佩與感謝 謝謝